好 但是台北市的公务人员上下班的话 交通补助费 而这样的政策呢 现在全台就剩下台北市继续坚持执行 平均一位台北市的公务人员 一个月可以领到将近2000块钱 一年预算是9亿元 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真的好幸福 每个月可以领1980元的交通补助费 傲视全国 不管你是搭机车车还是搭公车 只要你是台北市的公务员 就补助你上下班的交通费 为什么有这种大意差别大意 那就只能告诉现在的同学们 好好准备国家考试啊 民众话说了算 因为其他县市政府都没有补助 甚至连一般公司航号也看不见这种福利 但台北市长郝龙斌 明年准备9.6亿元预算 来补助公务人员的交通费用 换算成释放101烟火的预算 可以连续释放9年 全国的公务人员都在勒紧裤带 都在供体时间 那台北市真的没有必要 额外发放这比9.6亿 近来万物起涨 连温泉费也要涨 但郝龙斌一边希望动涨 却一边花市民纳税钱 烂兵预算讨好公务员 要民众怎么能吞得下这口气 记者张嘉玲吕裴军 台北采访报导